这里是中广流行网 LFM103.3 幸福空间广播版的节目 很开心 星期天下午点到六点 Chenry又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 以前刚刚开始做广播节目 然后要讲空间设计的时候 很多人都抱很大的问号 可是一直到今天 我们会非常的开心 因为从广播节目当中 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热情的回响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那今天节目当中 我要请到这位设计师 一直广受听众朋友喜爱 总是觉得从她的聊天当中 有些很好笑 可是很好笑的当中 我们又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我们欢迎德本迪设计者 宋文林设计师 文林你好 Chenry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很好笑的文林 不是很好笑 是给大家很多良心建议的文林 今天找你来呢 今天比较不轻松聊天 你知道今天要来干嘛吗 要回答问题 对啊 你知道我们每次网路都被塞爆啊 或我们的幸福空间的粉丝专页 很多人来问问题 是 那我可以体会这些问问题 因为如果他们要找设计师 问问题的话 对 当然第一个是费用吧 第二个的时候 就像你要律师咨询 你要排很久 诶 只要我们咨询是不用费用啊 但是可能时间上也是要 要排一段时间 对啊对啊 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上 新闻空间的网站 嗯 可以 好 所以我把那些问题 截取下来 你要负责回答 好啊 没有问题 那我不知道这些 问的这些听众朋友 你有没有办法 现在当场立刻听到 嗯哼 那如果不行的话呢 我们就请你的朋友转达 嗯 或换一个想法 画作春意更护画 我们把这个问题的答案跟养分 留给听众好了 好啊 当然我希望你在这个收音机旁边 可以正好正在收听 嗯 你就可以帮你的问题 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哦 嗯 那我就先帮这个北部 从北部先来好不好 好啊 好 系子的陈太太 陈太太 陈太太是说 最近买了一间 16平左右的房子 他买这个房子 目的是要出租啦 嗯哼 可是原本的屋主就是 因为16平嘛 所以原本的屋主是格局 全部都打通变开放式的 所以那今天他既然如果想要出租的话 他想要重新隔间 我想他可能隔个 他想要隔个三间左右吧 可能不平一间这样子去出租 是 所以他想问文林说 怎么样规划会比较好 嗯 然后他会问你说 那隔间墙你要用轻隔间 好不好嘞 嗯哼 载重跟隔音上面的限制是什么 好 嗯 那关于这个问题 呃 说简单是简单 说复杂也蛮复杂的 因为我觉得啊 一开始你还是要先考量 说在 呃 整个你现在要出租的 这个环境 嗯 他是比如说是在学区 嗯 还是在所谓的呃 办公大楼附近 嗯 等于是说跟我们接到客人 他的一个需求的想法 会是一样的 你必须要考虑到说是谁要来住 如果是学区的话 嗯 其实多隔几间 他们只要设户级在这边对不对 对 那或者是说学生套房 他可能就是单人床 然后他们 书柜书桌 书柜书桌 衣柜 他们也不煮饭 嗯 那你可能就是分几间之后 你留一个共用的一个 比如说 客厅服 或客厅 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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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厅应该也还好 就是 对 对 洗衣间跟浴室 对 洗衣间跟浴室 嗯 那这个是一个想法 嗯 那有可能是 上班族 上班族 那我这样帮他问好了 如果细子成太太买了这16坪的房子 是 他想隔成三间套房租书 嗯 有没有可能 三间的话可以 嗯 但是原则上套房的话 我觉得啦 因为一般16坪的房子 其实原始的格局上只留一个 卫浴 卫浴 所以如果做成三间套房 确实可能是比较为难一点 那就是一间套房 两间雅房好不好 对 倒是还可以 因为我们可以相对的在 原来的这个浴室这边 再创造出一间新的浴室出来 那隔间你会怎么用咧 隔间的话 如果是套 呃 隔间的话 当然你在卫浴的部分 一定是用砖 或者是湿湿的隔间 嗯 它有防水的问题 嗯 那如果是在 呃 房间跟房间之间的隔间 我会建议用轻隔间 或者是 类似木座隔间 它 但是它中间一定要再加隔音的材质 哦 对 这个原因是 在于说 万一有一天你不出租了 你要恢复成你自己使用 比较快 比较快 嗯 不会大费周章的做拆除 或者是有一些现场的废料要处理之类的 嗯 那呃 我怕听到隔壁在看的电视的内容 所以我的这个隔间当中加了隔音的材质 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对 一定要加隔音的材质 嗯 嗯 那所以对于细子承太太来讲 如果你真的房子要做隔间 除了卫浴空间之外 其他我们都不建议你用专照的隔间 我现在不太建议 不太建议 对 将来 你真的就是后悔了不要出租了 嗯 你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对啊 OK 好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规划比较好 嗯 但是还是回到如果是学区要让人家设计 对 基本上那个房间 就是简单的 也没什么水电管线这些考量了啦 就是房间有区隔出来就好 对啊 OK 这个问题我们觉得 我个人觉得文林回答的相当好 因为各个考量都帮你想到了 嗯 那么接下来我要帮的是 北中南顺序来嘛 好 我帮新竹黄先生问这个问题咯 黄先生 嗯 新竹的黄先生 黄先生他说 嗯 他想要把家里重新翻修 那地板的部分他考虑全部要换掉 嗯 他原本用的是一般的地砖嘛 他想试试看木地板 嗯 可是他询问之后发现木地板的价差很大 对 除了石木地板之外 还有什么超耐摩啦 还有什么海岛型 他说想要问问看这些不同的地板之间 他的优缺点是什么 嗯 哦还有 跟我一样 黄先生说家里有养猫 对 他问设计师说 那你要选什么地板呢 哎 家里有养猫要选什么地板的话 可能倩云可以先帮我回答 哈哈哈哈 什么什么红 黑坛啦 什么什么坛木啦 紫坛啦 那些就不要考虑了 对 那会被抓花 对 那我也不建议海岛型 因为海岛型它的表面 还是木啊 还是木头 对 我个人比较建议可能是超耐摩 就是超耐摩 可是超耐摩其实你 你不要把它想的是它是很low很chip 其实现在超耐摩看起来超赞的 现在的超耐摩其实它技术上一直在更新 所以它甚至有一个有个厂牌有个系列它叫无限延伸 就是说你的空间有多大 它的拼接的方式就是等于是说无限延伸 那让你不会觉得说 我是一块一块去拼起来 然后纹路去断掉的感觉 哦真的哦 就是不假 事实上超耐摩 我有看过它可以做到仿真的木纹 对 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你的脚跟手摸起来 它还是有真的木纹的感觉 对 然后踩起来的感觉 也都是会有那种木头的一些表面的纹路的感觉 当然最近因为我自己的办公空间在装修 那我一定会有预算的考量嘛 所以我用了 他们那时候建议我用了一个塑胶地板 我一听到塑胶地板第一个反应是 蛤? 那水芊云欸 我办公室怎么可以用塑胶地板呢? 可是后来它拿给我看那个样品 跟线带完全铺完之后我发现 诶 其实两厘米厚的塑胶地板 它看起来也挺像逼真的木纹 对啊 因为它的木纹的处理的方式啊 它其实都会非常的拟针 真的 对 所以而且这样办公区的话 因为人来人往 或者是说容易弄脏或什么的 用塑胶地板其实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部分啊 它不再是你想的以前就是那种薄薄的一片 有时候还会脚会翘起来那种 现在 可是我会建议啦 塑胶地板要用要用两厘米的 就是用最后的那一个 用厚的那一个 对 因为它出来的效果才会好 因为像一般有时候我们去餐厅或什么 有些人真的是用很薄的 有时候我走过去或者我一个什么椅子推动 就溜胶啊 就 那一层就被刮起来了 或者四周的那个接的那个角就翘起来了 或者是那缝会很大 所以那我再问这个问题了 那比方说今天超耐磨的地板 跟我说比较厚的那一种塑胶地板 可是我先说它们两个看起来木纹仿逼真的程度都一样好 那价钱上哪一个会比较比较经济实惠 是超耐磨还是厚的仿木纹的塑胶地板 塑胶地板还是会再单价低一些 黄仙我问的够仔细了吧 你应该可以很清楚了吧 但是因为如果你有养猫咪的话 像石木地板跟海岛型的木地板 真的不建议 我们就去欧就真的不建议了 OK好那北中南来咯 我们先问南部的好不好 好 嘉义的许太太她说 她的问题问得很可爱的 我就原版念给大家听 嘉义的许太太说 是这样子的 家里的书房东西相当多 所以上个月跟先生到系统家具的门室 要把柜子重新再做过 但是发现光是板材就分了很多等级 还有不同产地 有的呢又跟我强调无毒环保 不晓得在挑选板材的时候 有必要挑选到等级最高的吗 有必要吗 有必要挑选到等级最高的吗 因为她说有的会强调无毒环保 是 原则上如果预算许可的话 我们还是会建议你挑的无毒的等级 挑到最趋近于领甲权 甚至领甲权的部分 当然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最OK的 嗯嗯嗯嗯 不过我们也想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 其实F0啊 嗯嗯 或者是有些F的板材可能有E嘛 E 好 系统是用E 对 那其实F1 应该这样讲好了 里面如果它 它F1其实也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嗯嗯 可是事实上F1 如果你是在山区或山边边 F0比较容易有重铸 对啊 就是它是一体的两面 这个是 听你讲的是木工的板材的部分 板材的部分 对对对 那 呃系统的部分 其实它有E1跟E0 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系统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大概用到E1的等级 它其实就已经算是 蛮低 高档 对 蛮低甲权 然后对人体其实已经到了 比较无害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徐太太 E1跟E0 如果价差肉差还蛮大的话 嗯 其实文林会建议你E1 对 就可以 就人体已经是OK的 就整体预算考量 如果你只是做一个小衣柜 嗯 那价差在万元以内 嗯 当然OK 可是如果你做了 整间 整间然后差到十几万 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 嗯嗯 OK 徐太太是这样子的 答案我们回答你就再考看看咯 嗯 OK 这里是FM103.3 幸福空间广播版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许千云 欢迎你回到我们的幸福空间的第二段 我们要欢迎今天的设计师是 德本地国际设计的宋文林设计师 千云好 大家好 我是文林 好文林 嗯 刚刚的题目应该都有 有回答到他们想 想知道的一些细节了吗 嗯 应该有 应该有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个大灾问 而且蛮多人想要问的 好 嗯 我觉得因为你是幸福小夫妻的幕后推手 对 所以我来问这个问题 问你最适当也不过了 好啊 因为这个新竹的王小姐说 她正好准备装潢新家 对 好 来咯来咯 她要规划一间婴儿房 嗯 她不晓得婴儿房的规划上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要注意的细节 是 然后她想问桌角跟跪角的部分 要怎么做安全的防护 嗯 那我觉得其实王小姐还有一个问题没问出来 应该是 她的婴儿房 她应该蛮想要进可攻退可守的 对啊 对 所以我们就一一来帮王小姐 想出解决的方法咯 好 因为王小姐她的问题是说要做一个婴儿房 那看起来应该是专属于这个baby的自己的房间 嗯 对 那我们知道说baby这个专属的房间 她可能是到了 呃 一阵子之后 她可能会变成是一个 孩童的房间 对 所以就像倩宇你刚刚讲的进可攻退可守的话 基本上婴儿房她在布置或者是 她在 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一定是安全的考量 再来就是设系的运用跟调整 嗯 那基本上来讲说大概是掌握这两个部分 嗯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一些线路的规划 嗯 预留以后她婴儿房变成小孩房的时候 她所有的床位啦 书桌啦 或者是她的衣柜的线路等等 都是先去做一个预留这样子 因为我们刚刚也在讨论说 大部分现在的小孩子可能生出来可能三岁 我觉得最快也可能要到四五岁才会自己去睡房间 对 不然都是跟爸爸妈妈睡嘛 所以那那间婴儿房 你那么快把它装好 是 可能她四五年也未必用得到啊 对啊 所以大部分人会怎么做呢 大部分我们有一些客人 她基本上还是会以照顾baby的的那个状况去考量 所以有可能都是妈妈跟baby睡 或者是夫妻一起跟小朋友睡 对 那这样子的话她会变成说 会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是说 我们一般我们自己在睡的床 其实蛮高的 都四十到四十五公分 对 那如果跟baby睡的话 有时候会怕她掉下床 对 很危险 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可以 也可以以一个类似通铺的概念 来做规划跟想法 就是说我把所有的 这个房子 这个房间的宽度 全部都做一个价高 做到满的一个地 的一个价高的一个床区 对 但是我在这个床区的正中央 我还是保留了一个所谓 爸爸妈妈她在使用 或者以后 小孩房 她要来使用的 自己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床区 那旁边的空间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铺一些软垫 甚至是榻榻米的一个部分 让小朋友她睡在这边 那基本上因为你两边都已经 留了空间 坐在 接到墙壁了 接墙跟接窗我都做了 对 所以基本上小朋友 不会有所谓的 有时候被爸爸妈妈挤下床 或者是自己不小心掉下床的 这种安全上的一个考量 而且你这样的通铺做出来 我把我的父母的床垫放中间 我左右两边空出来 榻榻米的这个地方 摆了床垫就可以睡小孩 对啊 而且你可以 先生完一个之后 隔隔两年再生一个 再生一个 至少他们还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内 对 你的 都足夺是都OK的啊 两边的空间都是足够的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小孩房 你就不要急着做耶 先把它拿来像你说当游戏室 当游戏室 因为其实小朋友他到两三岁 其实都 还是在爬 对啊 然后或者是玩游戏的一些 游戏都是大部分我们可以 很多屋主家里放那些玩具 都是整理箱 那整理箱 其实它深度非常的深 如果你为了就是放这些整理箱 然后去做了一个柜子 等于是叠床嫁屋啦 就是你 你很怪啊 你很怪 你就会 一直为了这几个整理箱 那这几个整理箱 其实到小朋友长大 其实我们不太会再用到 所以总而言之 如果对于准备装潢新家 然后迎接新生儿baby的时候 我觉得文林的 跟我的想法都会认为 你把婴儿房先空下来 地板铺好就好 然后其他以后该有的管线插头 管路开关 衣柜的位置的那些 呃电源都留好 对 你就这样空着 他现在可以玩游戏 对啊 等他真的到了可以自己独立睡的时候 我们再用定制家具或系统家具 来把这个房子的功能补齐 对 也不迟啊 嗯 那至于所谓的 这边他另外有在提到什么桌角 跟柜角的部分 对 怎么做安全防护 其实如果说我们是有请木工来做这些柜子 或桌面的话 嗯 我们可以请他做圆弧 嗯 导圆弧 或者甚至导一个小斜角 它其实都不是一个所谓垂直的 一个这么尖锐的部分 嗯 来做处理 那系统柜其实原则上 它是整个柜子的侧边 没有办法去做圆弧 或者是呃 斜角的功能 对 但是我们可以在系统的桌面 嗯 一样是边边角角可以倒圆弧 那我们只要注意说 我系统下面的柜体 稍微再内缩一点点 不要那么的直角 或者是被小朋友容易碰撞到 嗯 这样子其实就是可以做到一个呃 所谓的垂直角啊 或者是一些怕小朋友碰撞上的一些 安全的防护 真的真的真的在 最最最 我们刚才讲成这样 最没有设计美感的方法 你就是去大麦厂 贴那个贴 好油 贴那个转角 它有透明的 一些防状的矽胶软垫 对 等你baby大一点的时候拿掉 嗯 ok啊 对啊 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在规划透天的房子好了 嗯 小 呃 夫妻他最怕就是说 哎小朋友会就是从 楼梯跌下来 楼梯跌下来 呀 那他们一开始都其实都会想说 那我就是在楼梯的时候 我就是做木桌或做炸门 隔炸门 像关 关口房 也是一个防护这样 因为他怕小朋友去开 或者是说哎他不注意 因为透天的房子有时候就是 我在楼下做什么事情 可能小朋友 可是到最后其实我们都会建议他说去 真的是去大麦厂或什么 买一个那种简易安装的 安装的门 对 还有简易的那个塑胶扣 对 因为你为了小 当然就是每个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小朋友的安全着想 可是你这个东西一旦做下去固定了 你以后要拆 可能就伤到你的墙壁或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说 哎可以用一些临时性的方法 来做这些安全上的防护 我觉得你刚刚说透天别墅那个简易的门 对 因为很多人会把猫咪 猫咪应该挡不住啦 把狗狗当成自己的宝贝 对 如果你有时候担心他上下楼有危险的话 这倒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对啊 就是就是人的宝贝跟狗狗的宝贝可以共同用的一个方法 嗯 OK 欢迎回到今天帮大家专门解决疑难杂症的中广流行网幸福空间广播版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徐签云 我们欢迎今天呢 这个解答疑难杂症的大师 德本迪设计的宋文林设计师 签云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文林 文林做了这样子的回答的的 呃 一个广播的主题 但是 有没有发现我们做这些年下来 嗯哼 大家的问题都还是差不多是那些 对我觉得好像 大家是不是那个 因为听的人不一样啦 那有时候我们买房子的时间点也不一样 可是他们的问题大概都会是这些 几乎都差不多 对不对 对 只是也好啦 因为可能我们每隔一段时间 嗯哼 我们在经验啦 对 或是见解上 又有看到另外的解决方法的时候 嗯 也谢谢你们给 问大概差不多的问题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把更新的想法分享给你们 是 OK 嗯 那我就先来回答啊 这个高雄陈小姐的问题好不好 好 陈小姐说去年买了预售屋 接下来可能要进行课便咯 她说一般在课便的时候 除了隔间的调整之外 厨具跟卫浴的规划上 有没有什么限制 或者你会想要提醒她注意的地方 嗯哼 因为她说 键上配的地板要不要退掉 她说退掉的话 嗯 这样品质会不会有问题呢 好 那这个一样是分几个部分来讲 因为我们也遇到蛮多做 呃 预售屋客便的一些客人 那你基本上你买了预售屋可以做客便 它的好处是在于说 可以为你量身定做 所以 不会买的跟大家都一样 所以你客便的时候 基本上如果你已经是设计师帮你规划好了 那个客便就是有效的客便 真的 因为他就会变成说 如果你今天是因为学区的关系 想买在这边 那或者其他的因素 可是他给你的房型 就真的不是适合你的家庭人口 或者适合你的生活需要 嗯 那我们就来做进行客便的部分 所以在客便的时候 隔间的调整 当然是一大 那是最大的重点 那陈小姐比较focus 会放在厨具跟卫浴 哪些要留哪些要退 还是有什么要注意 厨具跟卫浴的部分 以我个人的经验到目前为止 如果说这个厨具 你一定要先要求建设公司有样品屋 或者是如果他有的建设公司没有样品屋 那你一定要让他看到说 之后你得到的厨具 型号款式 型号款式面板 甚至水槽的大小 是不是你要用的 那或者是说有些客人他 不喜欢用悬吊式的烘碗机 他喜欢落地的 或者是有些客人他不用烘碗机 他用洗碗机 这几个部分 如果说整套厨具都不符合你的意思的时候 你再去退掉 那如果说其实都OK 那面板也OK 然后也符合你的习惯 使用方式 都可以的话 我的建议会是保留 那可以跟建商说 那这个保留可是是 到这组装的位置 是根据我设计师的空间规划图来做吗 可以啊可以 那可是你的规划 如果尺寸稍微有一些落差 比方说这个台面放下去 刚好你规划的 这个厨房的空间的尺寸还漏一小块 我可以跟建商说我自己加钱补吗 大部分的建商都会同意啦 都会同意 你要增加或减少的话 原则上他们都会做同意这样子 那位浴空间呢 位浴空间也是一样 你会还是建议我们尽量能保留就保留 因为老实讲啊 呃这几个部分他为什么会建议 因为呃除非说那个磁砖真的很 火很花 或者是比较古老的配法中 就有个腰带 或者是那种小块砖 譬如说25x20这种 你真的你就走进去 你就是买尬阿姨那种不喜欢 那个你当然是退掉 可是站在如果说你有预算上的考量 或调整上来讲的话 你退给 建商退给你的钱啊 真的是少之又少 我曾经遇过建商退那个人造石退一公分退二十块 那我买一公分要做的 市场行情你至少都是七十七十五 哇 对 也是啊 他大批做一定比较低啊 所以他退给你的价钱一定都非常低 那除非说他 比如说有些浴室他配很 主浴室他配很大 他有配到浴缸淋浴然后面盆马桶 那如果说我从来就没有使用浴缸的习惯 那你可能就可以把浴缸退掉 那多出来那个空间我们可以再纳入到主卧室的一个小小的储物柜 或者甚至小储藏室 这样子你再去做一个浴室的变更或修改 对你来讲是会比较划算的 另外还有就是如果这些主卧卫浴的配备这些你都很满意 你只有砖不满意 那也许你可以留着我们用在覆盖上去的方式嘛 对我们可以用如果砖不满意 因为基本上贴砖 一定是贴砖砖贴好 才能够装这些卫浴配备 所以如果你砖不喜欢两个方式我也有遇过 就是我们去挑砖 然后交到工地请建商帮你贴 贴好的话马桶脸盆就帮你安装上去 对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我 他他如果不愿意这么做他就砖 那就是你找设计师来帮你贴 那这些所谓的马桶脸盆 或者甚至这些水龙头 你觉得都是很高规格的配备 你退掉再去买可能要花两三倍的钱 那你就用点焦的方式 点焦 对就是焦屋的时候 你摆着我自己装 对你摆着然后你不要退钱 那我请我们的设计公司的水电啊什么 再来装 这是另外一个思考的想法这样子 好那陈小姐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那建商配的地板要不要退掉 建商配的地板要不要退掉 这是一个是你担心他施工会有问题吗 特别是磁砖的部分 怕会隆起或什么的 那一个就是风格上的考量 如果说他今天全部都配给你磁砖 可是你想要走北欧风或者是美式 想要木地板的风格想要木地板 那你当然是要退掉 那在退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常常讲的要注意高低差嘛 因为有可能你只退房间 你客厅不退 或者说你退掉之后你想要改贴大理石之类的 那他们在施座的界面上都会有所谓地平的高低差 那你就可能要先确定你之后你不用建设公司的东西 你要用什么 那你用的这些东西他施做起来 万一他退掉的地板的高度不够 然后我要铺个大理石上去就 铺上去之后你大门打不开 了解 那就糗了 所以高度还是要先做过 那还有另外一种我个人觉得比较省钱的方法 假如建商给你的地板 然后如果你之后是要铺木地板 你算一下如果上去的高度并不会影响开门的话 你就先留着吧 因为至少这样子防水啊 多一层防护啦 或是打底都已经做好了 对就等于多一个防护这样子 这个就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比较 比较棒然后比较好的一个省钱的方法了 对啊 OK 所以刚刚我们总结一下高雄陈小姐你的意思 在课便的时候隔间的调整 如果有设计师加入是最好的 那当然在厨具跟卫浴上 我们会尽量是希望你能保佑 因为你要退 退价差退不了多少 退不了多少钱 对你可以点点料 对 然后工是设计师帮你安装 然后又或者是像地板的部分 如果你评估一下贴了木地板 或是上面再盖一个什么上去的时候 是不会影响开门高度 你也建议你先不要退 对 OK 这里是中广流行网幸福空间广播版的节目FM103.3 欢迎各位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是主持人许千云 那今天帮大家解决疑难杂症 打凳 疑难杂症的是德本迪设计的宋文玲设计师 文玲你好 千云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文玲 好文玲我要帮永和的王妈妈问一个问题 好啊 王妈妈说她买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虽然是二手的 可是因为是完全没有人住过的新屋 那格局什么她都几乎没有什么动 对 然后我妈是说她的这个卫浴空间 基本上 呃有浴缸啊有马桶 洗脸盆还有消耳区她都喜欢 嗯 可是她的瓷砖不喜欢 嗯哼 她问你有没有可以不要把这些都卡掉 呵呵 有没有什么方法在不打掉这些状况 不破坏防水的状况之下 是 嗯 换一间浴室的感觉 呃 可以 对 怎么做 呃之前我们有帮一个客人做过 他是不把瓷砖啊什么 做一些拆除的话 嗯 两个方式你是可以直接用 可以直接在附着上去的表面材质去做 嗯 像我们帮客人做过的是 我整个全部覆盖烤漆玻璃 烤漆玻璃 哦对对对对 因为它可以不用 呃 拆掉瓷砖 嗯 因为你知道拆掉瓷砖 它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防水结构层 嗯 你就要重新做防水 嗯嗯 嗯 那再来就是你那些配备的部分啊 都还要重新拆除 或者甚至不能用 对 烤漆玻璃它会是一个方式 嗯 那另外一个方式是食材 比较高档 像五星集饭店的对不对 对 食材的部分其实就是一些 比如说门槛啊 或者是面盆 台面的部分 甚至浴缸边上 嗯 嗯 你都可以再用新的食材 去把它做一个覆盖 嗯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说 它会变比较厚啦 因为你旧的没有拆 你再加新的 ok ok 就是你要可以接受说 新的材质覆盖上去之后 它所产生的那一个厚度 嗯 或者是影响到你空间 大概几公分 两三公分的这样的一个宽度的使用 所以就是像我妈妈这个问题是 不管它用的是食材 或者用的是烤漆玻璃 它大概都会吃到两到三公分的厚度 还是食材会比较厚 食材会比较厚 对 ok好 那我妈还有问说 那个地平啊 虽然是新房子两年没有人住过 可是那个 因为它地平中间那个缝都有点 脏脏的 脏脏的 她觉得那样就没有新房子的感受 新房子的感觉 她问你那地平怎么办 瓷砖缝其实都 常都是让我们最困扰的一个地方 那 因为它必须要留一些伸缩缝 让它有热胀冷缩的一个状况 那个预留这样子的防范 那基本上我们会建议啦 就是说一个方式就是说你把缝 全部都先刮除 然后做了一个所谓的树脂填缝 对是说它无缝的一个处理 很像大理石的美容对不对 对很像大理石的美容 那它就可以完全杜绝掉我 譬如说弄脏啊 或者是譬如说饮料滴下去啊 那个所谓的 因为现在建商的抛光 几乎都是给米色系 那它填的缝一定是白色或米牙白 很容易脏 非常容易脏 所以就会变成说 你觉得我的房子好像就是都很干净 可是那个缝就是我看不过眼 地板就是被切成豆腐 有一个真的很痛苦 对那这个是一个方式啊 就是说你把原来的缝它去做刮除 然后做了新的田缝去处理 重点是这样多少钱 一瓶的话也是看师傅的工啊 有时候可能一瓶大概就是 两千二二至三千块不等的状况 这样子 我听过更贵的 你有听过更贵的 对啊四千到五千不等 都看它的做法 但它应该工法很好啦 好就是如果你要把它那个缝抠掉 再补你说树纸上去 让它无缝处理 你大概要花一笔费用 一定会的啦 一瓶从两千二到四千五我都听过 好那还有别的方法是你吗 还有一个方法是 这个可能要考量到风格的部分 因为像刚刚你讲的 我们讲的两千二是比较保守的嘛 那如果讲到四千多 我觉得啦 你既然大理就是那个磁砖的缝 让你就觉得很改有很不舒服的话 如果刚好你的风格是北欧 或者你想要木地板那种温润的感觉 你就铺木地板上去就好啦 直接盖上去就好啦 看不见就好啦 这个方法倒还不错 因为市面上比较一般国产的超耐磨地板好了 它其实单价也大概是从三千六开始起算 那如果说像你刚刚的听过那个 一瓶要到四千把缝抠掉再补 那个做无缝出一瓶要到四千五的话 对那你不如就选择中上等级的超耐磨一瓶三千六 然后整个家里的感觉冰冷感降低了 然后也好打扫好清洁 而且一劳永逸再也不要看到 那个考验的缝缝对不对 对啊对啊 这也是一个方法 OK好所以如果听众有买的是那种 二手的新屋没人住过 那因为已经是新屋 已经交屋了嘛 那有一些投资客可能他都没有改格局 也没有动任何的一些配备 那你怎么样在不要大动土木的状况下 用加上去的方式去改变空间的风格 我想今天应该给永和许妈妈一个很好的建议 是啊 欸不是永和许妈妈 永和的王妈妈 王妈妈 OK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帮天母的一个尤小姐问问题 好 尤小姐说 欸其实因为我很想要泡澡也想要干湿分离 但是这一切呢都限制在我只有两瓶的空间 嗯 他想问设计师说如果两瓶的卫浴空间 要怎么规划 还有就是那种五合一的干燥机 嗯 有没有安装的限制 好 那这个问题的话 呃主要还是会先看 两瓶它不是不能做到像刚刚这样四件式的卫浴 嗯 只是你要去取舍 比如说你的脸盆跟马桶的距离可能稍会近一点点 嗯 那你的脸盆可能就不能选择台面盆 嗯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要下坎的 要下坎或者甚至一般传统用的那种 但就是壁挂式的 就是没有台面 因为你即便你做的一个台面 它的宽度如果只有六十五或七十的台面宽 但你脸盆本身它就五十几 那你左右两边只剩五公分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不然就是你把台面跟后面马桶 后面那个要摆卫生紙连在一起做一个台面好了 对 两瓶 好那再来他说 这真的很贪心欸 他要泡澡还要干丝分离欸 有啦我最近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他家里面也是要就是他自己也想要做这些东西 那我们其实讨论的蛮久的 一个方式就是你要去取舍 万一真的这个你的浴室的空间 是比较正正方方的不是长行的 那有可能市面上的现成的浴缸 你根本没办法放 那你就是选择做一个砌砌的浴缸 那这个砌砌的浴缸 你还是要取决在于说 我可以把它牺牲做小一点 我就是整个人这样做进去 有泡到就好 就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拥有有一个浴缸 然后一个淋浴的空间 那马桶跟面盆 这样子的规划 天舞游小姐其实浴缸做小一点也好 因为比较省水 而且不要等到放满的时候水都凉了 凉了 所以两瓶可不可以又要干湿分离 又要泡澡又要消耳 还要马桶还要脸盆 当然可以 是 那那个干燥机有什么安装的限制 我们先喝口水 广播回来再回答他好不好 好 欢迎回到中广流行汪FM103.3 幸福空间广播版的节目 OK 那么我们要欢迎德本迪的宋文玲摄机师 文玲你好 倩玲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文玲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刚刚天母游小姐 那个贪心游小姐 两瓶要做这么多这么多的 还有半个问题没回答 好 她说在那两瓶的空间里面 如果要再有那个所谓的多合一 五合一或四合一的干燥器 在安装上面的限制是什么呢 首先呢 因为既然她这样子的一个 听起来她是重新规划嘛 因为她才想要用到四件事这样的状况 那重新规划 基本上线路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暖风机 基本上她会有所谓的专用的 基本上现在都是用200伏特的电源了 哦 专用电源 对 再来她有一个面板 是比较大正方形的 那如果说她是重新做规划的话 那些电源啊 还有管线的部分 都是可以走在墙壁里面 因为之后我们会再贴瓷砖 那有一些客人 她是新的卫浴想装这种暖风机 她没办法再去打墙壁 或者是埋这一个面板的管线 那就可以选择遥控面板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她必须要有 真正有一个所谓的通风管 如果没有那个风管 就不用想了对不对 就是抽到管道间啊 那但是现在的这种暖风机 她其实她的功能上有在增加 因为之前有一些人 她是也是排到那个管道间 可是她在这个机器的后面 有一个所谓风阀 风扇的部分 她不是自动盖上的 所以等于是说当管道的风 外面的风更强的时候 她会把这个风阀打开 灌毁你的卫浴空间 对然后其他的人洗澡的泡沫水的味道什么 就会灌回到你 透过这个管道间的风管 再回到你自己的浴室 所以 但现在这些其实都是客服 可以解决 所以现在如果我要装这个 五合一暖风干燥机 对 也许我的房子没有重新装滑 我就没有留那个管道 可是我还是可以做 没有留那个风管 风管是一定都会有 对 就是抽风机 抽风机 她会到管道间 只是差别在于她是到管道间 还是独立排出你这个户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有一个就是 面板 而且要有一个 逆指风法 对对对 就是里面的味道 别人家的味道不要再灌回来我房间 对 因为现在新型的设备都可以这样做到 好 所以也许你只是一个 旧的卫浴空间 突然想要装一个 五合一的干燥机 嗯 还是有机会的 只要你原来有一个抽风 就是很很传统的排风 能的抽风管 就可以了 对 OK OK好 那当然今天我们在帮谈谈廖先生 你是最后一张车票 这个问题是说 你过一阵子要搬新家 廖先生说要 规划一间勤房给女儿 嗯哼 那在地板材质的选择 嗯 有没有要注意什么 因为她说客厅用什么是实木地板 可是 可是她怕如果 勤房用实木地板 隔音好不好 还是会不会又刮刮 刮伤 OK好 你来帮廖先生回答一下 当然啦 就是如果说在勤房的规划上来讲 除了地板还有隔音的部分啊 因为现在如果都是住公寓的话 可能会吵到邻居之类的 嗯 那在地板的部分啊 我会比较建议 如果说我们勤房的地板 你很单纯的把它放在瓷砖上面好了 那可能会吵到楼下的邻居 所以基本上我会建议在勤房的地板上面 我们多把它稍微垫高一些些 那在架高的这个区域里面 我们还是在地面先铺上隔音的 比如说类似隔音坦也好 嗯 然后隔音的材质也好 嗯 让它出来的声音 不要直接透过地板的传递 传到楼下去 去影响到其他的邻居 了解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OK 那它客厅用的是所谓的石木地板吗 嗯 那我就是稍微架高 这我石木地板还是可以沿用到琴房 对不对 对那架高的话 还要再注意一个部分 就是除了隔音之外 是载重的问题 因为我们那个钢琴的重量 还蛮重的 对 它的琴房应该 如果是专门要做琴房应该是演奏型的钢琴 嗯 那我们有个客人有那个 那真的超级 非常非常的重 OK 对所以你在架高的 脚料的间距啊 密度上来讲 可能要稍微做的扎实一点 嗯哼好 那如果这样子讲啊 今天如果我都不要铺地板 可是也都没有做木地板这个部分 如果我要做一个琴房 嗯 简单一点我用地毯可不可以达到隔音的功用 地毯也可以 也是可以 就是多一层防护 嗯哼哼哼 好 所以谭南廖先生 就如果要做一间琴房给女儿的话 隔音上真的注意一下 对 假如你女儿谈得像贝多芬或朗朗一样 好 那隔音我们就没那么重要 嗯 可是如果还在初学 那种蹲蹲续续的那种部分 嗯 那可能隔音我们就稍微考量一下了 对啊 因为敦亲木铃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OK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已经回答过蛮多的问题 也解决大家的一些疑难杂症 假如你有很多装潢上的知识跟问题 你不知道该找谁来帮你的话 我们欢迎你上幸福空间的网站 把你的问题写下来给我们 我们会把问题收集起来之后呢 再用一整集的节目 然后请这个文林来节目当中 帮大家做最好的解答 好吗 那么今天也要谢谢辛苦的文林 谢谢倩云 喜欢录这种内容吗 这种还可以啊 因为主要都是透过自己实际的经验 嗯 然后可以把所谓错误的经验或正确的经验 告诉给家里面可能想要有设计啊 或者有装潢需求的朋友们这样子 嗯 所以这样的内容你愿意接受挑战吗 可以啊可以 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哦 好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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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